昨天晚上這個呂明星郭媛媛 決定開砲說 他不想讓大牙只有一個人 他寫了三千多個字 指控黑人陳建州 寫完之後 到現在 到現在 已經有這個一點八萬個分享 兩萬四千則留言 二十九萬四千人按讚 我想請教一下聖美 這算不算引起非常非常大的討論跟重視 非常大 因為昨天晚上幾乎刷屏 而且洪英大哥 那些留言按讚的很多人都哭了 為什麼 包括我 那整篇文章讀完 你真的會哭 那三千多字 我讀完 會哭 為什麼 為什麼是昨天的那個情境 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陳建州之前 因為大牙控訴 十一年前被他性騷擾 這件事 陳建州兩次 第一次先發一個律師聲明 然後昨天的傍晚 陳建州聯合他的太太叫范瑋琦 他們共同對大牙提出民事告訴 求償一千萬 對不對 好 在傍晚左右 這個事情已經掀起很大的討論的時候 幾個小時之後 郭媛媛在他自己的臉書上 貼出了這個文章的時候 哇 台灣就差沒有上街頭了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那種前面被壓抑 後面有人跳出來了 你知道很多人說一千萬 逼出了第二個受害者 一千萬逼出了第二個受害者 對 那我們來講郭媛媛 他到底說一千萬的球場 應該會讓別人害怕不敢出來 那是大家覺得這樣 可是那個底下 大家的情緒不是這樣想的 大家會覺得說那一千萬 你是要讓誰閉嘴嗎 甚至有一些律師他們的研判說 他做這樣的律師的動作 跟告訴的動作 是要讓大牙處於一個孤立的狀態 所以大家現在最常講的一句話是 不要讓大牙一個人 有沒有 從昨天就開始有人講了 不要讓他只有一個人 所以現在他不是一個人了 而且也不是兩個人 是那麼多人按讚 跟讀了這個文章 不斷不斷在網路上討論 那郭媛媛的文章寫了什麼 先介紹一下郭媛媛 為什麼叫微風女神 她是屬於微風經濟公司底下的藝人 過去拍過內衣廣告 抱歉 我給大家看一下照片好不好 對 好 這個人就是郭媛媛 對不對 這個人就是陳建州 然後這個照片是有文章的 來 那個全部藍色的 這個 有沒有 這是二零一四年 陳建州過去有個Love Life 就是他的這個慈善T恤 就是說賣這個T恤 我捐多少錢給慈善單位 所以他就透過這個活動 就不斷辦一些公益活動 然後當時就有很多藝人會去出席慈善活動 郭媛媛就是其中一個 他也是透過這個慈善活動認識黑人 所以他跟黑人其實沒有交集 跟之前 他不是黑社會妹妹 對 因為大牙是黑人旗下的藝人 等於是黑人是大牙的老闆 但他跟郭媛媛沒有什麼互動 是因為這個慈善活動 那大家不覺得很諷刺嗎 你那天是做慈善活動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 郭媛媛在他的文章中說 他跟黑人之間只有透過幾次簡訊 可是黑人每一次在簡訊中說什麼 傳一張自拍照給黑人哥哥看 我必須說 如果他真的這樣傳 每一個女生都覺得不舒服 你想幹嘛 然後不斷地傳來都是 傳自拍照給黑人哥哥看 經過這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自拍照有沒有特殊的意思 有 至少我們女生覺得有 你們男生覺得 我就這樣拍一個給我幹嘛給你看 要不然就是要性感一點的 要不然就是要比較私密一點 要不然我傳一般照片 他在社群網站上不都看得到了嗎 有想像空間的照片 好 有想像空間 這樣子之後呢 郭媛媛說有一次他接到黑人的電話 他說 媛媛我跟妳講 我這邊有一些衣服 我可以贊助妳 讓妳去上節目 或者是有時候拍廣告說可以穿 這很正常 因為很多藝人都有贊助箱 甚至品牌也都會贊助衣服 他說你來我這裡拿 好 這是第一次 郭媛媛就到黑人位於松菸辦公室 這都很精準 他有講他的辦公室 他就進去了 然後進去之後他覺得 應該是很單純要拿衣服 他的形容是黑人去拿了衣服 那他就想說那拿衣服我就走了 可是拿出來之後 黑人突然從後面環抱他 那因為郭媛媛有170公分 50公斤左右 所以郭媛媛說我一直認為 我自己很大隻 但是在黑人的這個手底下 他顯得很小隻 因為他一下就被他抱起來 然後就 黑人很強壯 很強壯 他有180到19 190公分 而且他有臉 他很有力 就把他拖到他的辦公桌 顯然是有滑輪的拖過去 然後郭媛媛非常驚恐 很害怕 他不要就喊 結果黑人還不斷地笑 還說親一個啦 讓我親一個 親一個又來了 要討親親 那對女生來說很驚恐 我只是來拿衣服啊 為什麼要親親 所以不斷地掙扎 但黑人就親一個嘛 親一個又不斷地掙扎 後來根據郭媛媛的說法是 他不得不 清了他臉頰一下 然後拿了衣服 趕快逃離現場 這是第一次 所以郭媛媛說 他其實很驚恐 而且之後他都不想 不想再跟黑人有互動 可是他文章裡面 其實也提到就是說 這跟大牙的情況也很類似 雖然郭媛媛不是黑人旗下藝人 但畢竟對於黑人來說 大牙還算是一個新生代 那他總覺得 不要得罪這樣一個大哥 會對自己比較好吧 沒想到第二次又來了 這一次黑人就跟他講說 我這邊也是有一堆一袋衣服 你來拿 你來啦 那這一次郭媛媛很聰明 他覺得我這樣決定 應該很聰明 他就跟黑人講說 黑人哥 我因為接下來有行程 我跟你約在哪裡哪裡的 馬路上 你就是帶著那個衣服 從車上拿給我就好了 安全吧 在路邊 大白天 馬路 OK嘛 他是這樣想的 可是如果這整件事情屬實 我真的覺得這個男人 非常有心機 他開了他的車來了 郭媛媛站在這個馬路 他從對向車道開過來 照理說 他應該要回轉過來 停在郭媛媛的面前 然後把衣服拿給他 正常版是這樣 他車開過來了 啪 停在了兩個大馬路的中間 堵住所有的車子 然後他從駕駛座裡面下來 就說上車 上車 上車 我問各位 你會不會上車 因為都把人家堵住了 大家在叭了 你要不要上車 大家都在叭耶 叭叭叭你幹嘛 所以他說他是在當時 那種情境之下 他不得不上車 所以他才上車 上車之後呢 他就一直想說 黑人哥我們就拿衣服 就要不然你就路邊放我下 他說我跟你說 我忘了帶那一袋 要給你的東西 忘了 忘了 所以你現在跟我去拿 但是記得去載他 你現在跟我去拿 你想想看 他能不能中途下車 不行 因為黑人說你跟我去哪 所以當時他想說 那可能又回到上次那個松菸辦公室 可是路徑不一樣 於是開著開著開著 到了一個他沒有去過的地方 然後黑人還幫他按好電梯 可能是幾樓說你先上去 叫誰先上去 叫遠遠先上去 因為電梯裡面有監視器 不要兩個人同時上下 所以他自己先上那個樓等在那裡 然後黑人再上那個電梯再上來 開門一打開遠遠嚇壞了 是家不是辦公室 誰的家 他當時不知道 但是後來他知道了 應該是他跟范范的家 我要強調 發生事情的時候 范范那一年是懷孕的 那個時間點 范范是懷孕的 然後他進去之後 來了又一樣 黑人又走到很裡面 要去拿衣服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這個公園有點警覺性 因為上次發生過這個事情 所以他就一直站在這個門邊 就想說我隨時拿了衣服 我就出去嘛 對不對 我趕快走嘛 不是 他形容得好仔細 他說他就 因為他甚至不敢看黑人 黑人把東西拿出來 他竟然把這個衣服推在牆邊 走過來 這一次不是從後環抱他 是抓抱他 就是直接把他抬起來 像公主抱這樣 啪把他抓起來 請問他有任何的力氣跑嗎 你腳沒有著地 你被騰空了 被騰空了 你腳沒有著地 然後郭媛媛形容說 因為他 他形容很仔細 他說他變成他視野比較高了 他等於是騰空這樣子 抓抓抓 然後就快速的衝到房間 把他丟在床上 然後丟了以後 黑人竟然說 不對 不能在這 再把他抓 為什麼不能在這 那是他跟范范的臥室 那張床是他跟范范的 把他再抓起來 再丟到另外一個房間的床上 然後他非常精控 一路這樣 然後他 根據郭媛媛的形容 他說 很像那種老爺跟丫鬟的那種概念 他說 他抓他 他逃 他抓他 他逃 他甚至還一直去壓他 用手去壓制他 然後他 他當下心裡的這個想法是 不會吧 這是我認識的黑人哥嗎 他不是很愛他太太嗎 不會吧 因為他現在一直抓他 他說 我不會被奸殺吧 這個文字裡面都有 你就知道他 那個腦海裡會有很多很多的 奸殺 他腦海裡會有很多很多的想像 而且當下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不斷掙扎當中 黑人竟然還在笑 不過我漏了一個細節 其實在這個抓爆前 黑人還給他倒了一杯飲料 你以為是橘子汁嗎 威士忌 對 加他喝 他還喝 他請他喝飲料就對了 他還喝了 所以這個到最後是 他不斷驚恐地大哭大喊 一直喊一直喊 然後黑人竟然還大笑 那可能在這個 一直掙扎這個過程當中 他說 黑人突然像醒來了一樣 好啦 不要這樣啦 好啦 送你回去 所以他才離開了那個現場 其實郭媛媛的文章 為什麼讓那麼多人哭 他也說這麼久以來 很多人哭啊 女生看了真的會哭 真的會哭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會自責 會覺得第一次都有危險 為什麼還讓自己陷入第二次 為什麼 第一次在辦公室 第二次在大家 然後對 他一直 然後他當中提到鐵板論 他說他很希望這個惡人 踢到鐵板 可是你知道女生的心情是 我並不想當那個鐵板 各位當鐵板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你們很難想像 但是每天都會告訴自己 我詛咒你 我希望你有一天踢到鐵板 可是鐵板不要是我 總之最後他講那一句 大家都哭了 他說其實我已經沒有要求他原諒 沒有了 已經沒關係了 但我今天會講出來 我只為了一件事 我不要讓大雅一個 大雅一個 阿雅一個 是 好 大雅一個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